高雄捷運岡山車站在今天正式啟用了 總統賴慶德出席市營運典禮 而這條路線也是賴總統在擔任行政院長內核定的 因此他也親自前來搭乘首班車 要見證車站的啟用 賴慶德表示捷運會帶動周邊的經濟 那麼同時他也承諾會持續的致力均衡全台灣發展 高雄捷運紅線向北延伸至岡山車站 獲得交通部合法營運許可 周日正式式營運開放民眾搭乘 這條捷運路線是總統賴慶德 擔任行政院長任內時核定 賴總統親自出席活動 我做高雄的出兵台南 其實我也沒想要考慮 我們這個交通建設 是一個進步反應的車子 所以一定要鼓勵的 路開到哪裡 生理到哪裡 這個節運 競爭不必說 高雄捷運鋼山車站 緊鄰台鐵鋼山站 鋼山轉運站 串聯台鐵公路客運輕軌公車 成為大鋼山地區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他今天市場大動一行 他這個表演經濟都來了 看到新聞的報道 被騙不在台北來高雄 我是我 我欠陪你知道嗎 高雄新站點啟用配合周邊開發 帶動鋼山軌道經濟 成為北高雄的新地標 我們橋頭科學園區 也在賴總統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大力建設我們橋頭 翻轉我們北高雄的命運 再加上我們整體的 半導體的X廊帶 鋼山車站啟用周邊居民更便利 也帶動經濟發展 如同賴總統承諾 致力均衡南北發展 記者簡鴻松女心妹李明鴻 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吉祥 吉祥 除